许多人注意到金正恩的身体并不好 而且人们注意到她和妹妹的感情很不错 目前她的妹妹担任的职位 是北韩劳动党中央第一副部长金宇正 在过去北韩 女性几乎不可能担任重要的领导者的情况 完全不同 她很年轻 她很神秘 她很骄傲 她尽量把自己保护起来 让大多数的人并不了解她真正的状况 目前为止她只有24岁 可是似乎已经很懂得如何掌握一个女性 如何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 她的特征是她尽量把本性隐藏起来 也尽可能保持神秘感 不和外界接触 一旦谈话非常强异 2011年12月17号 北韩前领导人金正日 因心脏病去世 当时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她的接班人金正恩身上 没人知道站在金正恩后面 这个哭得伤心的年轻女孩是谁 金正恩接班时年纪约莫28岁 金与正则只有24岁 当时没人预料得到 在男性主宰的金氏政权中 金与正能在短短几年内 从毫无职位的领导人小妹 摇身一变成为北韩实际上的第二号领导人 金与正恩是最能力的女孩 金与正恩为何能获得金正恩百分百信任 可能与这段在瑞士一起生活了四年的经验有关 1990年代中期 两个来自北韩的孩子 以使馆人员子女身份 到瑞士伯恩当地学校念书 这对兄妹成长为青少年后回到平壤 过了几年大家才知道 他们名义上的父母 其实是金正恩的阿姨和仪仗 他们照顾完这对兄妹之后 决定投陈美国 金正恩在1996年 金正恩 lived in Switzerland for four years 从 the summer of 1996 to the beginning of 2001 so he experienced capitalism first hand and his sister Kim Yo-jong was with him in Switzerland they went to Disneyland together and traveled around Europe Kim Yo-jong and Kim Jong-un have experienced a lot together 有很多共同经历也表示 金宇正曾在哥哥寂寞时陪在他身边 因此金正恩上台后 自然比其他人更相信这个小妹 金宇正也因此在短短几年内 从劳动党组织指导部科长 晋升为宣传部副部长 没多久又变成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正式进入决策核心 2018年2月 金宇正和北韩代表团 参加平昌冬奥开幕式 成为第一位踏上南韩国土的 北韩金氏家族成员 当时同行的北韩最高官员 是政治局常委中排名仅次于 金正恩的金永南 但当金永南和金宇正一起进入 仁川街场贵宾室 金永南不敢先做定位的政务场景 让大家清楚知道 这位北韩红公主才是真正的老大 金永南不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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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还可以釀明文迁 代表表 cognition 金永南很有力速度 提供 出品 底清水 これで 她只看了两个三个角色的位置 她不转动她的头发 她不转动她不转动 她看了她在任何处理 她看了她在任何处理 我可以看到她在近处处 她很静悉 她害怕她的错误 绝对她不被骗人 她很想像是什么 她觉得她很江的声音 她不曾经说的 她是一个高级人 她在无法视之后 她不见作为她的性格 她认为何方说的 她在看了她的性格 她不想像她不说 在刻意营造的神秘面纱下 金与正这几年更塑造出 对美国和南韩的强硬冷酷形象 负责对外事务的他 在2020年下令 炸毁位于开城的 两韩联络办公室大楼 只因为不满南韩民间团体 空头返北韩传单 他还扬言要对北韩口中的 美国殖民地南韩动武 让美国总统拜登 无法安稳入眠 我们是在革命中的 几乎滞入眠 几乎负责的倫 Shift 一定要和这些 贯重用力是 能力更加強烈的努力 Wer Kim Jong-un unable to continue ruling North Korea because of ill health It's very likely that Kim Yo-jong would take his place In this society, Kim Yo-jong, the daughter of Kim Jong-il has more authority than other officials Regardless of her official title It's clear she is the second in command in North Korea 只是留着白头山金氏家族血脉的北韩红公主 不仅金与正一人 金正恩去年11月视察洲际弹道飞弹发射场时 她身边的红鞋女孩多下了所有的目光焦点 她是年约10岁的金主爱 也是唯一对外亮相的金正恩窒息后代 金主爱在官媒的曝光程度有增无减 她在国庆阅兵典礼上捧摸父亲脸颊 穿着改良军装陪金正恩视察海军 最近在庆祝成功发射卫星的庆功宴上 还跟金正恩一起聆听细看官员报告 难道金主爱被内定是下一任领导人吗 有研究北韩的专家发现 金主爱刚出现在官媒报道时 被称呼为尊敬的子女或亲爱的子女 但劳动党组织指导部最近称金主爱 为朝鲜新星女将军 这是北韩第一次对领导人的孩子 使用朝鲜新星的称号 叛变的北韩前驻英国公使太永浩分析 北韩对金主爱的偶像化工程显然更进一步 也意味着金主爱已踏上接班之路 但这条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很可能是他的亲姑姑金与正 但也有情报显示 金正恩其实还有两个孩子 其中至少有一个是儿子 而且年纪比金主爱大 他或许正在暗地培养这个儿子 所以不管是金主爱或是金与正都只是先放出的烟雾弹 毕竟从金正恩上台后种种作为来看 他曾下令处决亲姑丈张成泽 派人暗杀流亡海外的同父异母大哥金正男 台面上任何可能的接班人或掌权者 只要踩到金正恩的红线 到最后都会有难以预料的下场 谢谢收看今天文献的十字宝 文献十字宝欧洲宝 我们明天见 中国近期北方 再度出现了一个呼吸道的多种病毒相互交叉感染的情况 所以又导致了部分的医院传出医护大量 有患者超时工作的情形 WHO当然非常关心 很担心这是加入COVID之后的新病毒的一个感染 但是目前为止似乎没有包含COVID 但有的报道说包含COVID 目前为止的调查是流行病毒 就是流行性的感冒的病毒 肺炎的梅浆菌 还有腺病毒 这几个病毒为主 那目前但是这几个病毒不是分开来 它是全部集合起来在一个儿童的身上 所以是以儿童为主 很担心这个病毒本身的交叉 如果再加上COVID 变成一个又新的一个可怕的一个变种病毒 WHO非常的关切 WHO非常的关切 要求中国将所有的资料全部公开 中国后新冠时代的第一个冬季 是从儿科人满为患 拉开序幕 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一名儿科主任这样描述 感染朝下的儿科现状 儿科现在整个就像难民营 书页没地儿说 没地儿挂呀 自个儿带着 这个可以往高绑 没有位置自个儿都想办法 你们看有的人拿着就是野营那个车 有的人拿垫子 拿什么的都有 孩子现在发烧特别高 而且咳嗽剧烈咳嗽 还不是轻咳嗽 最高烧到41度 别的地儿看不好了 所以没办法来到这儿童医院了 中班医生很非常辛苦 可能应该是9点钟10点钟晚上应该可以下班 他现在都要看到12点甚至凌晨一点 医护忙到泪晕泪倒的场景再度上演 而病患家属也很煎熬 后诊时间不是以小时来计算 却是以半天 一天 甚至是一整夜起算 这些孩子 在女生的厅厅 这些显示的派对待室内在中国的厅厅 在中国的厅厅 在这些厅厅 与大量的病毒 主要在孩子们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is asking for more information 11月23日 世卫组织发布声明表示 在中国并未检测到任何异常或新型病原体 分析认为 近期我国急性呼吸道疾病持续上升 与多种呼吸道病原体叠加有关 导致中国儿科爆满的主因是肺炎梅浆菌 又被称为会走路的肺炎 主要经由飞沫传染 常见于年轻人以及学龄儿童 患者症状叫一般肺炎轻微 大环内质类抗菌药物如罗宏酶酶素 阿奇酶酶素是治疗肺炎支援体感染的首选药物 北京市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佟昭辉表示 过去三年遏制新冠疫情的措施 也防止了许多其他在冬季传播的急性呼吸道疾病 因此会让人觉得今年这些疾病好像增加了 但其实今年的发病率是正常的 I think that the pandemic 2.0 is not there yet That first pandemic, COVID-19 which eventually killed millions of people started in Wuhan, China and Chinese authorities tried to cover it up This time though, the WHO says China promptly handed over persuasive data showing the children were sick with known pathogens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数据显示 不同年龄群体流行的主要病原体不同 但主要是以流感病毒为主 在儿童肺炎支援体高峰过后 真正该担心的是即将到来的流感高峰 因为去年秋冬 欧美的呼吸道疾病中流感一直是主力 《自然》杂志2022年11月27号的一篇文章就提到 该月美国因流感住院的人数 是自2010年以来同期最高 京东明川我国仍将呈现 多种急性呼吸道疾病交替或共同流行的态势 虽然各疾病的流行的高峰未必同时出现 但是流行期的叠加将会增加医疗的复合 儿童老人等脆弱人群的门急诊和住院的需求会大大增加 中国民众的流感疫苗接种率 长期以来都一直徘徊在各位数 因此中国疾控中心也在近期加强宣导 希望民众尽速接种疫苗 而尽管世卫组织这次提前介入 希望能增加撤破中国儿童肺炎讯息的透明度 但依然无法消除外界的质疑很担忧 像 Dr.Krutika Kupalli 她是一位病毒疗疗疗 和一位病毒疗疗疗 我说她说 I was very concerned when the first reports of the alert came across at the end of 2019 and I am concerned now This is China's first winter without a stringent lockdown and they could have an increase in respiratory infections as other countries did coming out of lockdown This could be anything Let's get more information We say it's best to err on the side of caution and not be too diplomatic about this one because the last tim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不能再次返回所有同事件